健美兼挺胸型 而南大生几乎全选了三号杀孕的丰满型 有趣的是外国朋友及高医师 反而偏好二号泰瑞的一般型哦 但最后想问医生的是 其实现在台湾的女生 是不是对自己的胸部要求都会要求很大 并不如此 但是我们发现临床上 年纪越轻的要求的越大 年纪越大的时候 她要求的是自然 自然 自然几 自然ABCD C 自然C 自然C 那年轻的可能都做到多大 低跟一 这一般来讲啦 一般来讲 因为其实年轻的 年轻的时候她的皮肤 呃 比较紧 对 然后皮下组织比较 所以你溶乳了以后大 她不会觉得有不自然 但是你松垂了 皮肤比较松直了以后 你溶乳了以后 很容易看到 我们放进去易乳的形状 你自己觉得 我是选二号 我个人是选二号 刚刚主持人问题很好说 男孩子是不是 那个女孩子胸部是不是要大 答案是是的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 她的胸部是做第二性征 第二性征是做什么 是来吸引异性的 所以男人 男人喜欢大胸部的 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要怎么样才要大 才是适当的 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常常在临床上 我们就看到很多照片 诶 这个 这个失业线都很好 可是有些人会太大 啊怎么判断呢 你从你的 这个 胸部这边 量到你的乳头 如果大于20公分 那么这个胸部就大了 太大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整形外科医师 或者说 我们都不喜欢 太大 而且随着时间 他受到的地心引力 会外扩 对 下垂 下垂 下垂